会变 欲于礼贺书,劝贺举尽事。 贺举尽事有名,与贺争名者悔之。 曰,贺父名尽诉,贺不举尽事为事, 劝之举者为非。 听者不察也,贺而畅之,同然一词。 黄辅实曰,若不明白,资与贺且得罪。 欲曰,然。 律曰,二名不偏惠,誓之者曰, 未若严征不严在,严在不严征事也。 律曰,不会贤明,誓之者曰, 未若于雨,秋与秋之类事也。 今贺父名尽诉,贺举尽事。 违犯二名律乎,违犯贤明律乎。 负明尽诉,子不得举尽事。 若负明人,子不得为人乎。 福慧始于何时? 做法治以教天下者, 非周公孔子于。 周公作诗不惠, 孔子不偏惠二名, 春秋不积不会贤明。 康王昭之孙,实为昭王。 增身之父明昔, 增子不会昔。 周之时有齐妻, 汉之时有度度, 此其子已如何会? 将会其贤, 遂会其幸乎, 将不会其贤者乎。 汉会五地明徹为通, 不闻又会车辙之辙为某字也, 会吕厚明智为野机, 不闻又会智天下之辙为某字也。 谨上章及赵, 不闻会虎、 是、柄、 积也。 为宦官公妾, 乃不敢言御及积, 以为处犯。 是君子立言行事, 以何所伐守也? 谨考之于经, 制之于律, 积之以国家之典, 何具尽事为可爷, 为不可爷。 凡是父母, 得如增身, 可以无机矣, 做人得如周公孔子, 亦可以执矣。 谨适之事, 不悟行增身周公孔子之兴, 而会亲之名, 则悟胜于增身周公孔子, 亦献其获也。 辅周公孔子增身, 足不可胜。 胜周公孔子增身, 乃比于宦官公妾, 则是宦官公妾之 孝于其亲, 贤于周公孔子增身者也。